伊朗近日确认与美国交换了在押人员 一名被美国关押的伊朗籍科学家 和一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公民均已获失 9号伊朗方面又表示 伊朗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互换更多在押人员 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 9号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表示 伊朗已准备好展开合作 希望能让所有受到美国不公正关押的伊朗人都获得释放 他同时还强调 在眼下这种局面下 除了互换在押人员 伊朗与美国之间不会在其他问题上展开谈判 而双方能否扩展谈判议题 还要看美方的表现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也发文说 伊朗已准备好与美国进一步交换在押人员 而现在求在美国的办场 扎里夫本月7号确认 伊朗与美国交换了在押人员 被美国关押的伊朗籍科学家马苏德·苏莱曼尼和一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公民均已获释 苏莱曼尼是一名伊朗干细胞研究人员 去年10月遭美国执法部门关押 原因是美国联邦检察官认为 他试图向伊朗运送医用生物材料 违反美方对伊朗施行的贸易制裁